夭壽啊,我家怎麼會變作共產黨 各鄉王室真感慨 這是發生在我國小一年的小孩事 雖然經過四十萬年,應該是不會記得了 偏偏這件很韓國 讓我一直有恐怖的營養,記住在心肝來 不會記得小孩時代住在英國的最北平 那是很偏偏的阿南去山頂 因為交通進步離邊 學生需要走六七公里路 到英國國小去讀書 對小孩來說,是太過程 所以國小一二年的學生 只要去設立隔壁家,還是去讀分校就好 這所分校只是一間九十 我們兩個年齊坐在一起,剛好四五十個學生 不過我們沒有坐鑑平 那就是兩個年齊 是腳這麼偏向腳這麼偏向的座法 這簡直有一個老師,校長,兼講真 但他把他當一個年齊上課 另外一個年齊,就要自己自修看齊 真正有兩個年齊做在上課的時候 對小孩的學生 不用再走車路就可以到分校 如果對小孩不去 上課的路程,就精采了 在上課的載起時 要走車路一兩公里到分校 下課學的時候,如果好聽 大家都會在上課,走兩家後山的山頂路回去家 這樣是住在阿南去上山頂買你 的我,所以變成最快到處理 因為走山路真有挑戰性 原來有很多 湯圈,動物,湯圈算得看 所以只要做我們小孩無欠的路途 大家回家的路人 會經過我們家 一間打破的操作 也就是家的上課 真正是扛操子來吃在頭 拚手是用炒飯料來割 這是我們阿爸自己用個人的敵食 親手給他做起來 有一天,分後來兩位切分的老師 要跟我們上課 他們帶整大本的黑白商品 跟孫團的票議到我們告示裡面 一開始就叫我們兩個年級坐同民 開嘴說什麼 萬六的共貴 人民說什麼 共產黨是吃人的奧母 中國人民要吃手牌 炒仔筋 香蕉皮 都要睡在酒店 放空來 比較好也只有打操作 躺好大 也還有創皮躺看 後來證明是真的 也嫁 散落 又跟我們唱兩首歌 反攻大陸去 跟反攻復國歌 這個唱就是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連後是 消滅主謀 殺漢奸 殺漢奸 還要大人用腳 沾土腳打發 殺殺 來表示 共產黨真正是有 怎麼那麼恐怖喔 到吃飯拍的 會不會是 他們叫我們要認真看 中國飛區的黑白唱片 真的看到唱片裡面的人 當在補炒 吃香蕉皮 還有人想像皮 會爆肝的唱片 等我看看 立新 兼可能中國人民的時尊 鄉鄉有當中 要一聲說 那就是什麼人他們的家 原來他們就是共產黨喔 所有的黨蔥都乾我去看 連我也挖去淺 一看 陷陷的粉朵 那是我們家已經打槽出了啦 但我哭啦 我們家當時變成共產黨啊 再去出門時 阿爸阿母要好又好 那是由共產黨抓起來了 當中已經有當中準備 要幫我批嘴爛 兼牽照頭 我即時放聲 哭到罵罵罵罵 嚇到兩位 保密房地的老鼠來關心 當中十歲高級真功耍 兩位老鼠知道 雙皮裡面共費的打槽子 原來是我們家 這裡在那裡愛餐 我想大家是說 夭壽啊 怎麼會去處理這位 學生孩子他們家的勁啦 他們趕快把我安慰說 沒問題 怎麼解釋說 那只是生做很一樣的操作 你不用煩惱會 無路無路無路 無路無路 我們辦公道書又交代 叫我們那天 都要走車路回去 而且叫大 阿嬤不去山腰的東蔥 一定要背我走回去山頂的操作 這樣 我才不夠繼續跑下去 六位 東蔥真的有背我走回去山頂 不過 東蔥我三四百公尺做油 東蔥橫橫看著我們家 他就說 阿你家到哪裡了 這時腳底的白油就痠了 我看 他可能比我更害怕 我在門口橫橫站在那裡 很久很久都不敢在家 不然是我們家裡吃的狗 我早來迎接我這個少主人 我跟他玩到不記得在那裡 這麼慢慢走回去家裡 我一人問 雖然阿嬤妹 嬌壽私人哪是走到哪裡 哪會到現在這麼有家 我隨著他 是那個 是那個恐怖的共産黨 文母阿嬤說 聽不然你在說什麼 趕緊洗手洗臉湯都吃飯 這段真實發生在自己身體上的事 真的讓人感慨萬千 過去的國民政府 為了要把人民洗腦 可以不得手段用心心 來做百斤百戒的洗腦選團 聽說那邊的中國政府也是一樣 對人民用本金八女的洗腦方式 如今不再接種的同一方人 說對方的中國政府 你聽我的親吼吼 不許作為道康來襲罵我們台灣公民 又聽說那邊有什麼白白色的力量 逢年到變紅白鋼的真假選 在那一家親 假鬼假怪 請問我們善良的台灣公民 今天又跟他們信道